1972年,毛泽东大病一场,病刚刚好一点的时候,他就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去了一趟,他们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和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先回去吧。 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心愿,可是他毕竟是已经八十岁的人了,无论身体还是国家形势,他都不可能去跋山涉水靠插中国的大地了。 1973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还记得,大会闭幕的时候, 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欢送毛泽东离席,但年迈的毛泽东已经因腿疾而站不起来了, 他又不想让代表们看出来,便坐在席位上不动。 周恩来见状,机智地宣布,毛主席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 毛泽东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 代表们依依不舍地回望着毛主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入晚年的毛泽东 对人的生劳病死是非常扩大的 闲暇时 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说 人总是要死的 毛泽东是人 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他还嘱咐说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 你就上台去讲话 你就讲 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胜利的大会 毛泽东死了 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人如果不死 从孔子到现在 地球就装不下了 清晨代谢了 毛泽东还形象地解释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生死观 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活着的时候吃鱼比较多 我死后就把我火化 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 你就对鱼说 鱼儿啊 毛泽东给你们赔鱼儿啊 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 他生前吃了你们 现在你们吃他吧 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 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对生老病死非常旷达的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场面 心情是复杂的 他曾在许多场合毫不忌讳地谈人的生死自然规律 认为人不可能活一万岁 认为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人之常情 1970年5月20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对老朋友斯诺发感慨说 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 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谓四个伟大 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 伟大舵手 讨贤 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只剩下T-T这个词 就是教育